城内的守军听着 你们占领了原本不属于你们的地方 嘎了那么多的普通百姓 现在我要代表正义消灭你们 火力嘛 这个虾大头会飞哦 六虫小鸡 所有人躲避起来 这只是一个大号的宠明灯而已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我们头上撒野吗 兄弟们不要慌张 我送人头可不是这么好对付的 等他们下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冲上去围住他 只要摘了这个虾大头的西瓜 他们就没戏场了 嗯 虾老板他们都躲起来了 我们要不要下去 小胖子西瓜还挺熟的 龙兄你带人在上面掩护 我下去看看 虾老板万万不可 对方人数众多 万一发生不测 你的那些婆娘怎么办 天堂有撸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中的门把它给我围起来 我要全手摘了他的西瓜 哦 特么的 装大了 中的门 他手上那个黑棍子需要更换黑瑕疵 给我冲上去 不要让他有更换黑瑕疵的机会 特么的 居然连这个都被他看出来了 洞察力还是不错的 怎么办 虾老板陷入重围了 这样下去会有危险 二弟不必担心 我们要相信虾老板 说不定他一人就能攻下此城 我们几个人只有AW挨墨 下去也只是给虾老板增加麻烦 哦 大哥说的不错 那我们就在上面给虾老板喊加油吧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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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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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何处传来的肉香味 你们闻到没有 的确是烤肉的香味 好像是从城里面传出来的 蛤 蛤蛤 我说这么久都没动静 下锅弓一定是已经弓下来了 或许此时已经在里面吃上了 我尼玛能不能再快点 就这个速度吃翔都赶不上热乎的 不要啊 嗯 我尼玛 夏国公太给力了 躺赢的感觉真是太爽了 卧槽 这个夏国公什么来头 这么吊 我要是能包上他的大腿 绝对能打下这片海域 是小题 有眼不识太闪 请夏国公放我尼玛 我愿意带领部下僵尸 亏顺夏国公 哟 好啊 前线船来捷报 夏国公带领各位的公子 一举击退百计 一百人之数击退两万大军 这可是我大唐开国以来 从未有过的壮举 此战可载入史册 功后是瞻仰 哦 没想到这个瞎大头的确有几分本善 这下子俺老成心服口服 嗯 对了 夏爱卿在战报中 特意未成触莫寝宫 此战成触莫势如破竹 永贯三军 果然是虎不无犬子了 呦 不过这里还有一份八千两黄金的欠条 只解 你过目一下 送人头 传信给你们的国王 让他把百计的军队 从丹罗的地盘给我撤走 本宫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几位女子真是幸运 可以嫁给这天下无双的奇男子 这下国公在丹罗的威望已经无人能及 可以算得上是丹罗王中王 本以为他可以把游蓝收入府中 可这些日子他都没有用睁眼看过游蓝 或许是对我公孙家有所防备吧 我尼玛 这你就冤枉我了 如果不是因为婆娘们都在 这声岳父瞎某人士叫定了 耶稣也拦不住 我说的 禀报下国公 都护府已经建好 招募的新兵加上百级归顺的将士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四千余人 呦 自战三营长功勋捉住 回到长安本宫定会为你请功 传我军令 全军将士即刻出发 下国公大人 前面就是我国的潜水城了 这潜水城可是有着 近海大城南博湾的称号 哦 那么的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梦想了 这潜水城是谁的地盘 回答人的话 我国掌权的是书我师 全国上下的大权都有这个部族掌控 所谓的天皇根本没有什么权力 这个潜水城就归宿我是掌控 嗯 传我军令 全军加速行进 正义存在于大炮的射程之内 让他们了解一下我们的实力 下国公 这潜水城的家族是个老头子 不是我吹牛 我们这样的战力 只要在潜水城下一站 他们就乖乖出来投降了 呦 这个马屁拍得好 这是小人应该做的 就算包不上下国公的大腿 能当大腿上的腿毛也是不错的 报告将军 城外来了一支军队 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出来投降 要不然瞎某人就把这里移为平地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